这七种菜竟能把肾堵坏 医生提醒,炒菜前这个动作很关键 随助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大众对于食物选择的标准 已经不再局限于好吃与否 吃得健不健康 有没有营养成为了现在的饮食关注热点 在健康生活理念的不断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原生太野菜 也随之走上了家家户户的餐桌 作为一种存活率极高 且分布地域广的野菜 马齿县自古以来就备受偏爱 由于其本身味道就极其鲜美 还十分百搭 和各种食材放在一起烹饪都能完美结合 所以马齿县很快就在人类餐桌上站稳了脚跟 从东北到两广 县菜都十分受欢迎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极高的野菜 却被证明出很有可能会损伤肾脏 家常野菜却呈肾衰凶手 就在前不久 杭州市的一家医院就接手了这样一名患者 十年53岁的李大叔被确诊患有严重的肾衰竭 医生们对此也很费解 在此之前 李大叔并没有患有任何肾脏基础疾病 怎么好好的就会肾衰竭呢 就在接下来的检查中 医生们找到了答案 在李大叔的肾脏中出现了许多草酸钙结晶体 要知道人类生成草酸钙的方式只有内原性和外原性两种 想要通过人体内部合成草酸 路径是非常复杂的 而草酸钙结晶也只有在人体从外部摄入大量草酸的情况下才会生成 也就是说李大叔很可能是祸从口入 在医生的反复追问下 李大叔一拍脑袋才想起来 自己在查出肾衰竭之前 连续吃了一周自家种的县菜 而这小小的县菜 就是李大叔肾衰竭的罪魁祸首 只是李大叔怎么都想不到 为什么身边人都在吃的县菜 竟然会害自己到今天的地步呢 作为一种常见的蔬菜 县菜里含有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纤维等营养物质 对人体的健康都是十分有益的 但县菜中含有的大量草酸也是潜在的风险 草酸这种物质本身就是有毒的 进入人体之后会和钙结合形成草酸钙晶体 审计在肾脏导致肾结石 而肾脏代谢草酸的负担也远远比代谢其他物质更大 长期摄入难免会给肾脏造成过大的负担 因此一旦大量食用县菜或其未经煮肺处理 就很可能导致肾脏中毒甚至损伤 李大叔也正是因此不幸中招 那么除了县菜外 生活中还有哪些蔬菜是我们食用前需要多加注意的呢 七种蔬菜超水洗净再吃 一含植物凝极素的蔬菜 植物凝极素这个专有名词听起来可能让人一头问号 不少朋友可能要问了 我怎么分辨什么蔬菜还有植物凝极素 现在就告诉您 咱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几乎所有豆类都含有植物凝极素 这种物质是植物体内的天然毒素 能够与人类体内的红细胞进行结合 生成凝结物从而导致红细胞凝极和破裂 引发溶血反应 致人恶心呕吐 腹泻 而通过超水这种高温处理的烹饪方式 可以有效降低植物凝极素含量 破坏凝极素活性 降低其对人体的危害 二含情干的蔬菜 有些朋友可能对情这个字有所了解 情化物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毒药 含有情干的蔬菜也一样 对人体有着不小的伤害 万幸的是在我们日常食用的食物中 含有这种物质的蔬菜并不多 也不过就是苦白薯 苦木瓜 苦性人几种 没错 在甄嬛传中 安玲蓉就是吃的苦性人 安玲蓉也正是死于情干中毒 人体在摄入情干之后 就会在体内分解成情化氢 氢则头晕恶心 种则直接晕厥死亡 不过在正常饮食中 只要煮熟或者焯水 还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三含秋水鲜茧的蔬菜 秋水鲜茧是一个很美的名字 但它却是个十足的毒美人 像黄花菜 金针菇 或者水仙花精 风信紫花根 种子都含有秋水鲜茧 和其他毒碱类物质 这些物质不光会影响消化系统 导致恶心有吐 腹泻 消化不良 甚至还会威胁神经系统 造成人头晕 头痛 视力模糊 严重时甚至可能使人抽搐和昏迷 通过焯水 可以有效去除一部分毒碱 使毒碱溶解在水中 减少人体摄入含量 四 有异味或血污的食物 如果一个食物的表面出现了血污 或者有明显异味 那么显然 这个食材的质量已经堪忧 食物的异味来源 常常来自于其表面的细菌分解产物 或者其他化学物质 不但会影响食物的口感风味 还有细菌感染的风险 引起食物中毒或者肠胃问题 五 亚硝酸盐高的蔬菜 像芹菜 白菜 菠菜 萝卜这类蔬菜就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 长期摄入亚硝酸盐会引发亚硝酸盐中毒 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障碍 胃癌 食道癌等恶性疾病也时有发生 此外 亚硝酸盐还会与血红蛋白结合 形成亚硝酸盐红蛋白 降低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 引起缺氧症状 超水的目的正是将亚硝酸盐溶于水中 将蔬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降低至较低水平 减少其在人体内的潜在危害 六 含有农药残留的蔬菜 从小老师 家长们就教孩子们吃生水果蔬菜前要擦洗干净 目的就是为了洗净上面的残留农药 农药中所含有的化学物质不但会伤伤器官 还会导致免疫系统受损 同样农药也会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 导致激素分泌平衡失调甚至增加患癌风险 七 草酸高的蔬菜 最后一种就是含草酸高的蔬菜了 除了马齿腺之外 婆婆丁 马铃薯 酸膜等也含有草酸 如果不焯水或者煮熟食用的话 很有可能就像李先生一样 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其实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上述的蔬菜只要焯水作熟 对人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一种蔬菜只有它的养养价值和食用价值高于隐藏风险 才会被端上餐桌 我们现在吃的蔬菜 都是经过人类老祖宗几千年身体例行实践 还有科学家们不断改良筛选出来的 只要结合自身情况使用 才能确保蔬菜对我们的健康起到最大的好处